先慢慢放个坡放下去 刚逃票 爬了下卡洛拉冰川 现在还修了战道 比15年前 好能让它那么一丢丢 我也没好多啥 逃票的感觉真好 笑死我了 我上去的时候那人没发现 我吓的时候他发现了 他说 叫我走到他那里去 可能要我赌票嘛 我才不会走到他那里去呢 一下就给溜了 哎呀 笑死我了 他们可能没有无线电码 那边的人发现我逃票了 大门口的这人热情的和我打招呼 笑死我了 叫我加油 哎呀 太搞笑了 你看 现在我是顺着风 就有点小下坡 这速度骑得很快 放头放到底把行李装起来 然后 返程找到地方露营 明天逐步也要走 走一小段距离 走那么十几二十公里 也是比较远的 把帽子给摘了 头盔没戴 所以不能放得太快 差不多五十多 都OK 爬坡爬的有多艰难 放坡放不就有多爽 尤其是空车放坡 我去那儿 由器人做了 好 放到几百年了 面脚 瓶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天气都变阴了 去那个湖泊应该不是非常好的选择 原来的灯 在哪里 西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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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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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